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是种兰花的第一步上棚 因为秋天快到了 到秋天的时候很多的兰友可能会饮种上棚 或者是家里有的进行蜂苗上棚 所以种植兰花第一步上棚非常重要 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应该是一个 中国兰花都有体会 可能是新手兰友经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因为最近有兰友在跟我在交流的时候 给我发图片 我看到他们种的兰花 在上棚的第一步就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错误 今天我们讲一下 兰花上棚以前我们也讲过 究竟是种的生好还是种的浅好 各有利弊 相对来说还是稍微浅一点比较好 但是不管是种的生还是浅 我们说的生于浅是植尿埋住炉头的生浅 并不是说兰猪在盆的高或者低的生浅 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最近有几个兰友给我发视频 发照片 他们种的兰花像这样子的 我这里也有一盆 像这种兰花种的就不好 它不好在哪里 我给你们讲它种的就是太低了 这不叫太深 其实深也不深的 可以看到植尿盖炉头的位置不认识 但是它种的你这个棚岩太低了 太低它就会一个什么呢 相差有一个三十厘米吧 大概三厘米十厘米左右的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它会阻挡一部分空气的流通 使这个炉头就不能直接接触到最新鲜的空气流通 我们提创我们建议的种法是像这样子 把这个炉头 南花的炉头 与这个棚岩齐平 或者是略高一点点 然后这个泥土盖起来 那么如果略高一点点的话 盖起来以后会成一个小小的馒头状 稍微有点鼓起来的 虎包有点鼓起来的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在这一块 炉头这一块 刚出新芽或者是花芽的时候 它可以充分的接触到更多的新鲜空气 有利于这个新苗或者是新花芽的一个生长 这两盆兰花是同时上盆的 今年上盆的野生兰花下山兰 两盆兰种的来源也是在同一个地方紧挨着的 放在一起可以做一个 很直观的一个比较 这盆兰花今年大概发了有十几秒 而且呢 苗芹都不错 这盆兰花呢 只发了两秒 只发了两个新苗 所以我建议了 以后大家 特别是新手刚刚学种兰花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事项 把兰花提高一点 把炉头与盆盐起 不要太低了 太低下来不好的啊 稍微提高一个两厘米的话 对这个兰花的生长 的好处是非常大的 好处非常大 这其实是一个 我们之前也讲过的 但是很多的男友没有 没有领会到其中的一个 关键 没有领会到其中的关键 其中的要害 我们现在要重复的讲一遍 大家在秋后的话 会饮肿 会上层的时候 要注意这一个小细节 一定要注意这个小细节 不要种的太低了 不要种的太低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